讲到,这部分我发现 因为我会去看那个YouTube 我那个影片哪些影片最受欢迎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看这个表单怎么制作 所以可想现在这部分的需求很大 后面我会跟各位做 这个比较 这个这个详细简单的说明 OK,那这里的话呢,插入模组 所以这边有两个比较说 那物件类别模组 这个我想用的非常的少 所以这个暂时你们可以不用去理会它 主要是这两个模组跟表单 那我们插入一个模组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Marchal 1的一个档案 那实际上这个档案 它也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你将来如果要给人家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可以汇出 它汇出之后的话呢 它是一个BAS的副档名 但你把它改成TST 它就是一个文字档 OK,好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就是说 程式的撰写第一步 开启 Visual Basic 进到Marchal 1里面 那插入程序就OK了 插入程序这个名称的话呢 就是一个Sub 当然插入程序里面 还会有三种 不过这两种是最常用 Sub function 那我在后面进阶课程也有讲过 其实Sub就是执行一次没有了 结束了 可是Function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Function就是我们在按Fx那个函数 那那个函数呢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自己定义过任何函数的话 就是Excel内建大概256个这么多的函数 那可是问题很多函数 可是函数里面你会发现做不到的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来制定一些函数 当然是可以的啊 因为那些是Excel内建的 所以那叫内建函数 那内建函数里面的程式码也是不公开的 他怎么写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怎样传参数给他 像MID的刚刚不是用MID的 那个是用内建的函数 我只要传参数给他他还给我结果 那如果说你今天未来 你要自己定义一些符合你自己工作需求的函数的话 也可以来撰写 所以理论上 Excel VBA 你需要学习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Sub 一个是Function 那Sub一般就叫副程式 Function的话就是函数 这两者 那但是入门的课程通常 顶多会讲到Sub Function的话讲的比较少一些些 不过我在后面的课程也会讲 跟各位提一个 大概让各位知道说 这个制定函数要怎么做 你如果懂得制定函数的话 那你的工作效率又大大可以提升 那Sub通常是对应到那个按钮 或者对应到表单 那Function的话呢就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自己会出现一个函数出来 就是本来我们 这个插入函数里面没有的话 你就会自己出现一个 你自己的函数哦 这个函数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share给别人用 以后的话点下去 就可以去执行某个动作 这个是你自己制定出来的函数 所以BBA程式撰写 主要就会有这两者 一个是Sub 一个是Function 那这里我们这一体比较单纯 就是Sub 然后呢这边的话名称就给它叫做向 一个是向上一个向下 简单的一个名称 那这边的话呢就打一个向下 一个是先向下 然后再一个向上 我可以按确定 那这边的话就自动会帮我出现什么 一个Sub 然后向下 一个小刮弧 这个小刮弧后面呢 没有传任何的参数 刮弧里面是传参数用的 然后呢一个End Sub 那程式要怎么撰写 当然你可以 有的时候习惯会先把注解打上去 然后再来打程式也可以 因为你注解一二三四 你流程清楚之后 再去加程式 其实就会很快就写完了 所以你注解打完之后 程式基本上就已经写完了 因为你写得出注解 基本上 应该都可以写得出程式来 OK 那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跑回圈 然后呢 好